大馬路上兩名男子扭打成一團 旁邊的黑衣男子隨後參戰 一拳揮得過去場面逐漸失控 赤裸上身的男子還從摩托車打力一踢 這時騎士回頭明暗氣敵喇叭反擊 巨大的聲響也驚嚇附近住戶 一些國罵 然後喇叭聲吧 有點像互相叫囂啊 不知道是在吵什麼 大批員警火速到場 鬧射雙方還不斷大聲叫囂 警方立刻大聲呵斥 將人壓制帶回禁局 什麼跟苦味啦 苦味啦 丟進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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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發在新北土城明德路二段 二號深夜十一點多 兩方人馬颱風也不睡覺 一次嫌在大馬路上爆發行車糾紛 彼此互看不順眼對嗆 最後雙方赤手空拳互毆 街頭上演全舞行 那本文局獲報後 迅速派遠監獲現場 並將涉案的六名前段並帶回偵辦 鬧事的六名男子都沒有明顯外傷 雙方也互不提告 只是北北機放颱風架 半夜大吼大叫 驚擾附近住戶 實在很誇張 警方也將六名男子 依違反社會法偵辦 另外 明暗棄敵喇叭的男子 未戴安全帽也依法開單舉發 就黃明君審 關於新美報道 我是戴立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 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救護車單架上傷患全身包紗布 緊急轉院治療 中科院酒棚基地處理推進計餘料 居然閃燃造成四個人燒燙傷 其中技師燒燙傷面積達到95% 那通常50%一樣是屬於高危險 那95%應該說是極度危險 那這幾天都是它的關鍵期 因為它的活動水腫非常嚴重 也應該做預防機能插管 並且可以大量的輸液 一名軍官三名聘僱人員 總共四個人燒燙傷嚴重 救護車一路護送 從恆春轉往高雄治療 上午十點鐘屏東酒棚基地 進行推進劑魚藥銷毀作業 鋪藥完畢剩下四個人員布線 結果突然閃燃 人員當場被燒傷 一名中校跟三名約聘 慘被火吻 那布線的時候 不曉得不明原因 整個火藥就燒起來了 魚料閃燃造成四人嚴重燒傷 張信技術師最嚴重 燒燙面積達95% 緊急插管治療 陳信男子燒燙面積60% 集中在臉跟背部 目前在加護病房意識清楚 弘信中校燒燙面積40% 主要都在四肢意識清楚 盤信男子耳朵輕微燒燙傷 目前都轉往高雄國軍總醫院 左營分院治療中 位於屏東的酒棚基地 隸屬於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對外交通隱密性高 是飛彈研發試射基地 天宮 雄風 天劍 雄二 雄三 都是出自這裡 被稱為台版神秘51區 住民軍事基地 卻出現嚴重意外 操作人員也都擁有豐富經驗 詳細事故原因 還帶調查釐清 記者張春華 紅富人郭宜貞 綜合報導 我是戴麗鋼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子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監視器畫面拍下 2號下午6點多 白色自小客從車庫倒退路 女子衝出來助跑趴在引擎蓋上 一路被甩到駕駛座旁邊 雙腳拖地 被拖行將近50公尺 最後女子手沒力氣 摔在地上 女子從白色轎車摔下來 掉在馬路中央 腿部疑似被撵過 目擊民眾全傻眼 但接下來更離譜 駕駛下車走向女子查看傷勢 居然把女子用力拖回路邊 頭也不回 丟包離開 民眾見狀 立刻報警 我想說應該是不會怎麼看 嚴重的就吵了 還會拍人情到上面 警方調查 兩個人是姐弟戀情侶 雙方同居爆發口角 男子請女友搬離住處 沒想到感情糾紛變成肇事傷害 陳女因不滿同居男友 雕姓男子要求搬離租屋處 於是趴於雕姓男子所駕駛之白色 自小戈車引擎蓋上 遭拖行約50公尺後受傷掉落 女子送醫後所幸沒有大礙 但男子狠心 將女友疑似撵過又丟包 遭警方依傷害罪嫌送半 九皇室 葉振雲 高雄報導 我是張貝姿 播報新聞讓我增廣見聞 家事 國事 天下事 事事關心 也帶你一起總握 每日時事 與時俱進 所有最新消息 熱門話題都在中視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